所以這個小俄訴訟 或是大俄訴訟 這個喪事的要件 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 我們繼續 對准處 如果喪事狀未就喪開四項之具體表明 僅犯就事實認定 正去取捨為爭執 應認其喪事不合成事 以民事訴訟法第436條-32 第二項準用同法第444條 第一項前段規定 應以裁定博匪 所以這不是用判解博匪 這是用裁定博匪 用裁定博匪 所以你要注意看 喪事到第三神 裁定博匪都是所謂的 您沒有具備的要件 喪事第三神 喪事第二神的要件 大同小異 另外就是 本件事送標的金額為十萬年以下 原神仍依小額事送程序審理 並為上訴人敗事之判決 上訴人不符以法定期間內 法定期間內 法定期間內 到終於朝十萬年度台上至第2686號判例 下稱2686號判例為認定預計 顯示違背法令 上訴人本件事請求 被上市人挤护士林地方法院107年 师记制地显任遗产管理人事件中 申请费用及抗告费用新台币2000元 判决误认上市人是请求 士林地方法院109年 师记制地1398号申请费用及抗告费 违背事实证据、论理及经验法则 三、上述人 一、台湾新北地方法院裁定 向被继承人之管辖法院申请遗产管理事件 该事件之申请抗告负费等本 公告、吹告、委任者、善状、执行、交通费等 继13650页 合称细征费用应属共益性质 上市人仅为店铺而已 这是我说这个事实 因为这是裁判白杂黑的日子 让大家做参考 第134里社长就继续介绍